第143章 鸽子汤 夏 桑桑时常低着头 不爱看人 但很擅长看人 用光明大神观的话来说 桑桑从里到外都是透明的 如同深山里的水晶能够照耀出这个世间最真实的色彩 他能很肯定地知道这个世界上究竟谁对他好 遗憾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像宁缺那样对他好的人 他只遇见过一个 而且前不久还死了 不过他能感觉到曾经夫人的善意 所以他听从了对方的建议 跟着进了内室 解开了身上那件染了油污的棉裙 脱掉了鞋子 把脚伸进了温水里 他的脚很小巧 肤色也与身体别的地方不同 纯白似血 看上去就像两朵色色的小白花 在盆中清水里缓缓荡漾 从进入内室开始 曾经夫人便基本上没有眨过眼睛 当桑桑解开棉裙时 他袖中的双手便开始紧张地握了起来 当他脱掉鞋子时 夫人的指甲都快要陷进掌心里 当他看到盆中那双如小白花娇嫩的双脚时 更是险些就这样晕厥过去 曾经夫人没有晕倒 不过此后 他一直处于某种微微眩晕的状态中 桑桑回到餐桌后 夫人双手颤抖 抱了一瓮鸽子汤到他面前 声音微颤地说道 这些年 你大概受了很多苦 哎呀 趁着现在啊 赶紧多补补啊 桑桑看着瓮中诱人食欲的油花和汤中细嫩的乳鸽 微微一正 心想 先前好像听你说过一遍 只是为什么这遍听时感觉似乎有些不同 傍晚时分 曾经大学士回府 曾经夫人非常直接 甚至显得有些粗鲁无理的 将书房里那些来拜见大学士的下属官员们都赶走 然后走到他的身前 还没来得及说些什么 眼圈一红 便流下了两行眼泪 话说曾经大学士也是位狠人 不然当年不可能只用了一夜时间 便痛下决心 修了清和郡崔姓的正妻 杖杀三名管事 毅然投入皇后娘娘的阵营 然而他非常清楚 自己现在在朝廷中的地位 实际上依赖于夫人在皇后娘娘身前的地位 加上那些同悲共苦的陈年旧事 他向来对妻子宠爱有加 此时见着夫人未言先气 不由吓了一跳 嘿呀 夫人 家中出了何事 他声音微颤地问道 心想 以夫人这些年养旧的性情脾气 若非难以承担的惨事 断不至于如此失态 曾经夫人抹掉脸上的眼泪 看着他强颜地笑道 老爷 是好事 什么好事 曾经夫人看着他的脸 一面哭着 一面笑着说道 我找找我们的女儿了 得知华灯节那夜在宫中相见的事情 以及今日府上发生的一些事情 曾经不可置信地看着妻子问道 你是说 那个小侍女就是我们的女儿 你 你可确认 曾经夫人狠狠瞪了他一眼 哎 我自己生的女儿当然能确认啊 曾经也是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弄得有些惊喜交加 他起身问道 夫人可有佐证啊 都说了 是我自己生的女儿 哪里需要佐证 哎呀 我的好夫人 你就不要再瞒着威夫了 以你的脾气 若没有实打实的证据 你哪里会对我说 向来今日 那碗鸽子汤也是你故意泼的吧 曾经夫人无嘴一笑 果然瞒不过老爷 那碗鸽子汤便是我让春兰亮亮备好的 为的呢 就是要往那个孩子脚下泼 我好让她把鞋脱了 让我看看她的脚 你猜怎么着 她 她那双脚啊 果然还像十几年前 刚生下来的时候那样 白嫩的呀 白嫩的 就像两朵梁花 曾经微微一正 除了这个 可还有别的佐证啊 当年我在拆访旁边产下的苦兵孩子后啊 就担心被人换了去 婚前仔细查看了一遍 这个身上确实没有什么胎记 但是浑身油黑的呀 像个小探头 那两个小脚丫子呀 确实又白又嫩 难道这还不算是证据啊 我就不信还有谁能仗成 那苦兵孩子这般 曾经想起那个必然会牢记终生的日子 想着巷子对面的血 想着自家府里的乱 想起当时的汉妻 便是用女婴身上的颜色做借口 指责小妾生出了个妖孽出来 其后又暗中让几名管事 把那女婴偷出府去 难道说那个老笔斋的小侍女 真的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女儿 可是她不是应该早就死了吗 怕不知道想到什么事 眉头时而舒展 时而紧促 显得非常为难 曾经夫人感觉到了掌心还在隐隐作痛 说道 老爷 您还在犹豫些什么呀 还不赶紧去通知长安府 然后想个办法 把我们的女儿 把我们的女儿接回来呀 现前我拼了命才忍着没有告诉她 就想着您回来了就妥了 我可没有办法忍受自己的女儿 再给别人家当一天的婢女了 您是没有见过那个孩子 那个小手啊 粗糙的 我摸着都心慌 哎呀 这些年啊 她不知道受了多少苦 听她说啊 那铺子里 无论洗衣 做饭 烧水泡茶 都是她在做 甚至 甚至连铺子门坏了 也要她去修 像我们这样门地 也都没有说这样使唤过仆人的 哎呦我的天 真不知道 她现在那个少爷 是什么个缺德玩意儿啊 竟是把她当牛马一样的使唤 哎 不行 我这就得去 说着说着 想起了桑桑家那个万恶的少爷 她的眼泪便再次流了下来 再也控制不住情绪 举步便向书房门外走去 看样子 准备是要去老笔斋接人了 哎 你给我站住 曾经轻贺一声 沉默片刻后 微醋眉叹息说道 哎 如果 我们女儿这些年 真是在普通人家做婢女 那反倒好办 但你可知道 他现在服侍的那个少爷 是谁啊 那个宁缺 不是普通人啊 他就是传说中的 花开帖的主人 他深得陛下的器重宠爱 我这个时候才想起来 那份鸡汤帖 最前面的那个名字 那岂不正是 桑桑 曾经夫人为政 他那夜在皇宫中 看见桑桑后 便有些神不守舍 竟然忘了皇后娘娘的介绍 这时候才知道 原来自己骂了半天的 那个缺德玩意儿 并不是长安城里 随便一个无良官宦的子弟 而是老爷前些日 时常提起的那个人 哦 我想起来了 娘娘确实提到过 宁大家的名字 可是 那又如何啊 就算陛下喜欢她的子 但我们接回自己的亲生女儿 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 谁还会 谁还会阻拦不成吗 想必 陛下 也会乐见此事的吧 哎 但你可知道 宁缺 还有另一个身份 啊 什么身份啊 他是 书院 二层楼的学生 书院 书院 还有二层楼 哎 书院 还有很多层楼 曾经夫人 醋眉不解地说道 这 这二层楼 是什么地方啊 能在书院 二层楼就学的 都是夫子的 亲传弟子 曾经夫人 愈发不明白 老爷为何提这些 完全不相干的事情 问道 啊 夫子 又是谁啊 哎 真是个余父 那夫子 就是书院的 院长 听到书院 院长这四个字 曾经夫人 终于知晓了厉害 然而 接会 失散多年 女儿的强烈渴望 在此时 她的心中 比什么事情都重要 她恼火地说道 哼 就算是院长 也要讲 天理 伦常的吧 而且 女儿现在 只是个小婢女 我们 多补 宁缺 一些金银 她 还能有什么意见吗 曾经缓缓摇头 身为朝廷重臣 他当然对宁缺这个名字不陌生 最早是因为花开帖惹出的风波 其后便是书院登山所造成的震撼 而眼下朝中诸位大臣最关心的 却是此人书院行走的身份 宁缺便是书院的入室之人 那么日后大唐帝国皇位传承之时 他的意见便显得非常重要 曾经清楚 此人与公主殿下的关系比较密切 他作为皇后一派 非常担心 因为要接回失散多年的女儿 从而影响到皇后的安排 只是这些话 他却不便对妻子说 稍一沉默后说道 这样 明日我进宫 听听皇后的意见 曾经夫人没有上过学堂 在朝中这些一品命妇间 也谈不上有多少见识气度 然而早年间经历过那场惨事 这些年得皇后娘娘提点教会熏陶 早已从当年那个柔弱无能的妾室 变成了极有主义的当家主妇 听着自家老爷这般说话 只见他眉梢微调 沉声说道 不管皇后娘娘如何说 我的女儿却是一定要认回来的 皇宫青丝点深处 金砖向空气里透着丝丝暖意 皇后娘娘看着手中的那封信 难难自言自语 利而微昧的眉梢间 难以掩饰着疑惑和警惕的意味 十三先生 宁缺 书院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这封信来自土阳城镇军大将军府 夏侯在信中提到了最近土阳城发生的一些事情 并且说他已经决议辞去军中的义英官职 准备谢家归老 请他向陛下言明心计 世间只有寥寥数人知晓 大唐皇后与夏侯之间的真正关系 皇后非常清楚 这位疼爱自己到极致的兄长 有着怎样倔强而不肯服输的性情 究竟书院那两人在荒原 在土阳城里做了什么事情 竟让他决意认输归老 他很愿意自己的兄长远离那场厮杀血腥之事 归老也是极好的结局 他看到这封信后很是欣慰 然而这件事里的过程 却让他有些琢磨不透 便在这时 曾静夫人到了 听着曾静夫人含泪带笑地 说完桑桑的事情 皇后娘娘沉默了很长时间后 然后嘴角露出一丝温婉的笑容说道 哼 这是好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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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